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隧道居然塌了 塌了的隧道直接把男主埋在了里面 男主醒来时已经浑身是土 借着一点微弱的信号 男主打通了急救电话 很快新闻就在全国蔓延开来 许多消防车赶了过来 接下来队长与男主通了话 询问了男主的位置并告诉男主 大约需要七天的时间才能救他出去 男主的内心此时是崩溃的 为了更快地救出男主 队长和助手将车开了进去 想看看能否有所发现 没想到隧道发生了二次坍塌 连队长都差点买到里面 男主找到了自己面前的通风扇 上面写着3 队长以此确定了男主的位置 接下来整个韩国都开始投入到这场救援行动中 几乎动用了所有的力量 从上面和旁边两个方向分别展开挖掘工作 隧道里也有新的情况发生 男主居然听到了一个妹子的声音 寻声找过去还真的是个妹子 原来倒霉的不止自己 这下男主心里安慰了很多 毕竟有个妹子陪自己还是不错的 俩人随意扯了一会儿之后 男主见妹子的心情也稳定了 就回到了自己的车里 这时他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男主打开灯 原来是妹子的狗狗瞬间暴风席卷了所有的蛋糕 男主内心一腕只操泥马在奔腾 但无奈只是妹子的狗还能说什么呢 这时妹子又喊男主说他想喝水 看得出来男主的内心还是有一点挣扎的 这时妹子也突然挂掉了 男主的内心开始一点点失去了信心 现在只剩下自己和一条狗相应为命了 靠着狗粮和自己的尿液艰难的支撑着 经过了十几天的挖掘终于就快要挖到了 但这时又出了大师 图纸居然是错误的 队长以为有七个铜风扇 谁知道只安装了六个 这意味着他们挖错了地方 知道了消息的男主彻底崩溃 老婆不离不弃在电话那头不断的鼓励他 随即电话就没电了 失联后的第七天 外界已经开始议论 男主是否还活着 是否还值得政府划重金就职 这时又出事了 一个救援队员意外死亡了 死亡队员的妈妈跑来指责男主老婆不该坚持搜救 男主老婆最终还是没顶住压力 统一了放弃搜救 并在广播中与男主做了最后的告别 但是隧道下的男主还活着啊 这边救援队长还是不想放弃 他准备最后一次进入隧道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否则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男主听到声响平静全力按喇叭 这次起到了作用 队长听到了男主还活着的证据 最终经历了23天暗无天地的日子后 男主又重新见到了阳光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真的很有深意 如果你是当局 在杳无硬性的生命和巨大的利益面前 你会做何选择 如果这条隧道不是豆腐渣工程 如果图纸没有出错 那么结局是不是会不一样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社会职责 无论我们处于何种位置都应该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件事 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将意外降到最低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欢迎订阅 热眼时光